当然我们知道大陆的思维 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加灵活操作 记不记得4月10号 习近平见马英九的时候 讲了这句话 乐见大陆民众 多去包到台湾走一走 当时大家就觉得 习近平一讲完之后 接下来马上就会付诸行动 果然哦 你看到国台办 4月24号就说 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推动 包括旅游的两岸交流 有没有 政策下达 立刻执行方式要出来 然后也呼吁台湾要解除 尽团令 你知道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这个台湾的旅游业者 还翻了 对大家都在讲 所以呢 台湾的政府呢 对不对 你不愿意帮台湾的旅游业 来赚赚钱 我们从这个COVID之后 一直到现在为止 旅游业倒了多少 那现在这个大陆下令了 其实就 这也是某种会台了 当然增进了解也是 所以要看赖清德 要怎么接求了 你觉得他会接求吗 讲到汇率 除了日元之外 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对点 那粤港澳大湾区 参与一个跨国理财通 个人投资 大家知道现在大陆有钱也很多 钱要放到哪里呢 那投资人数呢 每天都创下了这个 单月开户的新高 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在这个过去几年 香港的利率也是蛮高的 很多人到香港开户 但到香港开户呢 还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开 还要排队 听说没有关系 还开不到 那光是大陆的内地客 增加了两万三 比上季成长了十二倍 然后你看到今天这个标 一出来我就看到陆媒 我今天一大早九点 看新闻的时候 这个呢就是头条 各媒的头条 为什么大家看到 不得了人民币定存利率 18% 18% 这个香港的各式各样的银行 大家不管是外资 拉扎达 或是这个中资的银行 大家各式各样的吸金 各凭本事 所以你看到人民币定存利率18% 他还做了各式各样的梗图 你知道你看到那个图之后 你的手就放不下来 天啊 18% 好想去存 但里面有猫腻 他只有七天 他只有七天 而且他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比方说你要在我这里换汇 你要是新的资金 不能是旧的资金 你要怎样怎样 A啊 B啊有很多的条件 七天 然后还有像港币美元 七天短期定存利率10% 英镑澳币13.8% 韵老师怎么看 之前这个香港 真的是定存蛮高 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了 你有去存吗 这个我半年前 就已经开始存美金了 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 这个其实道理也不难理解 因为我从我们这个 财经哲学的角度来分析 首先第一个 日本的话呢 日本长达不晓得多少个月的负利率 就你钱要存到银行的话 不但没有利息 你还要给银行利息 这个叫负利率 对不对 然后呢日本本身呢 原来他们的央行行长叫黑田东燕 他非常相信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市场可以被理论指导的 他也相信日本的民族性格 就是只要鼓励他消费的话呢 必然的话 就是日本就能够达到 要鼓励消费的话呢 一定要制造通货膨胀 这下不得了 日币贬值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话 大家要了解 就是说你相信理论 他其实相信就是MIT那一套了 那你相信的话呢 这个要鼓励这个消费 那只好把这个利率降低 叫大家把这个钱不放在银行拿出来存 拿出来花嘛 对不对 然后呢你相信的话呢 要鼓励大家花 就希望这个日币要能够贬值 这个日币贬值就叫做日本的通货膨胀 好了他搞到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忽略掉了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长期来讲 真的是吓死人 因为日本的大商社他行动很自由 他自己到海外去兼并企业的时候 都是靠他日本的银行发出来的债务 然后在外面买 日本的债务不得了是GDP的260% 那比美国还要大 还可怕 好了 日本现在在这么高的负债的情况下 来讲的话呢 他前置稍微干预一点 就是说哎呀 负利率没有了 那0.01%的利息的话 他不讲还好 一讲不得了 大家发觉我活这么大 没有见过有钱白不赚的时候 说句良心话 为什么呢 就聊到香港了 为什么香港现在突然出现这种结果 香港经济一塌糊不好 但是大家知道吗 港币跟美元有一个联系制度啊 他们大概是7.85到7.82之间的关系嘛 他们是连在一起 存港币就是存美元 靠什么来维持呢 就是靠利息嘛 所以说的话 利息 你根本都不用存美元 像我还存美元都费点功夫 不过在台湾存美元是方便 不存白不存呢 因为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 最可怕的是巴菲特啦 不晓得记不记得 他跟日本的五大商社 借了一大堆日元 据说已经达到3万亿日元 不晓得多少 对 因为说实话 他等于是被这个美元的利息 给绑架了嘛 对不对啊 这不需要什么太深奥的财经知识 你就把你的这个日元提出来换成美元 然后美元下 美元下的这个利率都很高啊 美元5.5嘛 而且的话 美元鼓励你大家 所以说整个 不要说是别人 就是那么爱国的日本人都众筹 大家一起把这个日元就换成了美元 美元就存在日本嘛 然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现在强调 都是讲求自由贸易 自由交换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香港 但是有一个例外啊 就是大陆是非常例外的 大陆从来就不准老百姓能够摊到这个好处啊 他的外汇的管制是有限制 所以没办法 香港是唯一的管道啊 所以说是你现在整个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 我说一句良心话 整个亚洲的货币通通倒 那非洲更不要讲了 那埃及什么基本上都垮掉了 但是亚洲的货币倒的话呢 只有大陆就是倒的比较少的地方 因为它本身的汇兑没有那么自由嘛 所以你这个道理一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简单 那日本本身的话呢 等于是把自己30年建设成果 分给大家 对对对 就这个结果 所以我自己上课 礼拜二上课 碰到几个日本学生 我说你们对这个日币来讲 哇 他一直在摇头叹息 在台湾没有想到 台湾也是个很贵的地方 所以这所有的笑话都冒出来了 我活这么大 没有见过 这个赚钱是完全不用脑筋的 对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 这么简单 对 富如皆知 对啊 所以你讲这个情况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良好喔 明镜与点点栏目 Concept Eye